新鲜的黄瓜类含有饼醇二酸,能抑制人体的糖类物质转化为脂肪,而且黄瓜中含含有纤维素,能促进人体肠蠕动,加快排泄和降低胆固醇,并且黄瓜的热量低,是高血压,高斜肢的患者来讲,是一种非常理想的食物。 黄瓜鸡蛋减肥原理,黄瓜减肥原理,黄瓜的饼醇二酸,能以脂肪类物质转化成脂肪,而且黄瓜中含含有大量的纤维素,能促进肠胃蠕动,较低胆固醇等等。 黄瓜的热量很低,对于高血压,高血脂,以及和并非胖症的糖尿病,是一种理想的食疗粮书,并且黄瓜富含多种维生素,对我们人体又美容养颜的功效,不仅能促进我们通便,与鸡蛋相结合,一天的减肥食谱,相当于我们每天运动半小时,一周能受五斤,还能解决我们的便秘问题。 黄瓜,鸡蛋减肥原理,鸡蛋中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大部分元素,并且含有丰富的蛋白质,而且高蛋白质饮食,能增强移高血糖素的分泌,促进了移高血糖素的分泌,导致促进脂肪分解。 这就是鸡蛋减肥的真正原理所在,当黄瓜与鸡蛋结合,黄瓜热量低,即使鸡蛋所渗入的热量不足,能支撑人体的日常支出。 黄瓜鸡蛋减肥食谱,早餐,一个煮鸡蛋加一杯牛奶加一根黄瓜,午餐,一份水煮菜加半碗米饭加一份黄瓜凉菜,晚餐,一根黄瓜加一份水果沙拉,鸡蛋。 按照我们以上的减肥食谱,我们可以食用一周,然后从第二周的时候就可以吃其他的食物了,但是我们吃东西的时候,一定不要暴隐暴食,也不要过于油腻,否则我们的胃会受不了的。 并且在减肥期间,我们一定要注意,一定要多喝水,喝水能帮助我们燃烧脂肪,更能帮助我们解决排便的问题。 结合黄瓜和鸡蛋的减肥效果,相当于每天运动半小时,可以帮助我们一周瘦五斤,不仅能解决我们的便利问题,还有美白的效果,但这种方法不能持续使用,一个月只适合使用一次即可。 注意事项,我们一周到黄瓜减肥食谱,虽然效果很不错,但是我们不能长久的食用,因为鸡蛋和黄瓜,虽然能补充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,但是不能我们人体每天对蛋白质、淀粉,以及各种营养物质的需求。 我们只能一个月食用一次,否则会造成我们身体不健康,而且这种减肥方法有一定的反弹效果。 所以,我们减肥后,一定要控制对食物的摄取,才能维持我们减肥后的身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